86. 信報財經新聞,色魔逼近左右美股儲局尿詐漫兵9月才出手 2015年7月27日 EJ 聯儲局將於香港時間週四凌晨公布議息決定 如療營會按兵不動,且不會對加息時間作出新的禁止 然而,除伏國經濟增長步伐保持穩健 9月加息的機會有漢漲,令色魔淼近成為左右美股的重要因素 本港週四凌晨公布在本月上旬,市場焦點放在希臘危機和 A股大跌市、徐茶波兩個問題緩和,市場焦點從頭未過 本週二及三一連兩天的會議只發議息聲明 9月攤牌了會後記者會,因此分析員相信 局方不會於本週採取行動,留待9月才加息 不過,主席耶倫 Janet Yellen多次表明 每次開會都有可能加息 美國週四公布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長初值,預期可擺脫第一季收縮0.2%的退勢 從10增長,認國際經濟師卡奈爾·羅伯卡奈表示 第二季GDP應該不做 不會阻礙9月加息 德銀同樣認為9月加息的機會仍很大 預期聲明將顯示局方對經濟的看法更樂觀 但通脹形設主要憂慮 不過,根據聯儲局不慎放到網上的內部文件 局外經濟師對經濟前景的看法被官員悲觀 市場關注,聲明會否改變對加息時間的指引字眼 R.B.C. Capital Markets經濟師波爾徹利聰普普斯利說 耶倫本月仍在說,不排除9月加息的可能 但也不印度市場相信9月篤定加息 因此預測本周聲明不會改變加息指引 這種無靈兩可的態度,預料會持續困擾大事 直至首次加息為止,標指法力需企業營利標業值 同樣影響本周美股、本周牌成績表的包括Facebook等大型公司 上周、蘋果等多間公司表現失準,拖累美股 標指上周跌2.2% 上周一創過新高的納指跌2.3% 兩者的一周跌幅為3月底以來最大 道指跌2.9%,是一月後最大一周跌幅 老頭資料顯示,標指成分公司中 74%盈利超越預期 但僅52%營業額勝於預期 而且標指估值頗高 預期市盈率為16.9倍,高於14.7倍的10年中位數 Hugh Johnson Advises 主席約翰遜 Hugh Johnson 指出 如果營利緊略高於預期 美股很難更上層樓 E.J. Global金融式魔逼近左右美股儲局 促遜暢望兵九月才出手